下面一個演講的嘉賓是 烏順興董事長 他是祖德素食公司 台灣素食推廣協會前理事長 他的演講題目是 台灣素食製造業現況與展望 介紹一下我們這個烏前理事長 他是我們台灣素食推廣協會前理事長 第三屆跟第四屆 那整個台灣的素食產業生產製造 像譬如說天恩、松貞等等 都是我們這個協會的成員 有一百多個會員 散佈在全台各地 那他就是我們這個整個協會的前理事長負責人 那我們是以再次熱烈掌聲 來歡迎我們的烏董事長 好為我們支持 謝謝 最帥跟最美麗的主持人 還有各位博士、各位先進 謝謝大家早 今天正好我們素食協會在辦五年 那個會員大會 所以理事長不課前來 派一個上班的來 很抱歉 那 那個 我是 我講台語可能有很多人聽不懂 台語我講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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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 我們稍微包含一下 我是當過第三屆跟第四屆的理事長 現在是協會裡面的產物監事 那個 我自己開設了一家主得素食有限公司 那個 有很多 都在台灣 北部生活的 都曾經是我的顧客 今天早上有好幾位說 以前主得素食在板橋 現在 在新莊 這個 這個 有自己的停車場 這個 如果要到那邊喝茶 是方便停車 他怎麼不跳 翻錯了 這個 在前演之前 前演之前 各位看起來有點奇怪 就是 台灣素食應該是另外一種台灣之光 怎麼講 因為 全世界 所有的素食品 應該台灣是最先進的 台灣 吃素的比例也相當高 這個 台灣素食 這個 有多麼先進 包括 中國大陸 在深圳 沙井那邊 早期有一家 叫齊善 也是台灣一位 那個 宜老師去 去創設的 他很賺錢 後來 他身體不好 把公司賣掉 新的公司接手 要召集全國的經銷商 去開經銷商會議 那時候 他有邀請我去 他們開經銷商會議 他們一個業務總監 教導他們的經銷商 怎麼推廣業務 怎麼把新產品介紹給顧客 用一本很厚的資料 他就照著資料一直念念念念 結果台下幾乎通通睡著了 這樣子 他們董事長 就跑來問我說 能不能跟各位分享一下 我上台 我就跟大家說 我在台灣推廣素食 已經二十 那時候是二十幾年 我是從二等兵幹到董事令 我是一步一腳印 我在推廣素食的時候 我是自己背著麥克風 然後帶著油炸 那個插電的油炸鍋 前程走透透到處去推銷 那個手得出來的心得 那個累積出來的心得 我在市場推銷的時候 我看顧客拿著牙籤 在搓東西要吃的時候 我就知道他會不會買 在場大家都認為說 這個呆包蠻會吹牛的 我就跟他說 我說個道理 大家聽了就明白 我說 他如果牙籤拿著 一塊一塊搓起來 就往嘴巴裡送 他肚子很餓 他不想買 另外一種 他如果牙籤 一直搓搓搓搓搓 一寸滿滿的 這樣子 表示他趕時間 他搓完就走了 他不會買 什麼樣的客人會買 那個一塊放在嘴巴裡面 慢慢嚼細細品味 這可能會買 所以在場大家都覺得 這個呆包好像還真的有經驗 那時候他們都給我很大的掌聲 這個時候大家都很開心 所以說 我們素食 台灣素食真的是 是台灣 另一種台灣之光 再來 我大概跟各位報告的就是 協會創設的原油 協會的宗旨 協會大事記 還有協會服務的概況 協會的展望 我們台灣素食協會 我們台灣素食產業 跟消費 事實上成熟已經很久了 但是一直沒有 具有公信力的團體來督促 來維護素食產業跟消費者的潛意 所以在民國93年的時候 市場爆發了黑心素食的事件 造成消費者對素食產品失去信心 也讓很多優秀的素食廠商 遭到了波及 有建議使一些對素食熱誠之事 號召成立台灣素食推廣協會 並在民國94年6月 由聶振部正式通過來設立 那個底下我為什麼寫個貨無相依 也就是說我們台灣素食 因為市場那麼大 我們剛剛不是講過嗎 因為沒有一個有公信力的團體 來維護潛意 你市場這麼大 需求這麼大 餅這麼大 當然會有一些不肖人士 他就想來吃這一塊大餅 你就想盡了辦法來爭取它的利益 所以說才會有分的東西賣到素食業來 我們報紙市場看到說 有什麼素食參分 不是素食參分 所有正規的素食工廠製作的 絕對不可能參分 那是完全分的魚漿跟肉的製品 賣到素食市場來 真的是有這麼回事喔 我們剛剛說貨無相依 也就是說 那時候的素食風暴 雖然對素食業界造成很大的傷害 也就是因為這樣子 讓一些業者感受到傳統的素食 已經沒有辦法滿足消費者的需求 所以在這段時間進步很多 所以說貨乎相依 讓我們成立素食協會 等一下我們會講到說 有素食認證的店家 讓消費者要過滿的時候 他們能夠很容易的辨識 這也是真的就是貨乎相依 因為有黑心素食發生了 所以大家才意識到說 有這個需要 讓消費者能夠很明白的去分辨 那協會的宗旨 我們同業資訊交流經驗分享 第二就是說 素食消費資訊的提供 還有第三就是素食大眾 飲食潛意的把關 素食產品貿易推廣 及展覽的事項 那個協會大師級 就是說民國 2005年6月台灣素食協會也創立 10月的時候 素食產品的認證制度開始實施 那時候因為我們素食協會 畢竟是一個沒有公權力的團體 所以必須要找具有公信力的 我們那時候是委由SGS他們幫我們檢驗 那個工廠都主動在參與協會的認證 所以大家真的那時候是很用心 這是一種業界的自立行為 雖然沒有公權力的介入 但是我們還是很用心的在維護消費者的權益 再來就是說這個2006年的6月 我們就用協會的名義來參加國際食品的展覽 並成立素食專區 發行我們這個協會的第一期的刊物 2007年那個店家認證制度 我們的店家認證制度 我們剛剛講過 因為協會畢竟是沒有公權力 所以說店家要參加協會的認證 他必須要切解 要同意接受協會的監督 並接受不定期的檢查 這樣子 在這個時候 我可以很自豪地說 協會做一件 我們目前政府還沒有辦法做到的事情 怎麼講呢 這個因為目前各縣市的衛生單位到市場去抽檢的時候 因為他們都一時認識 然後甚至有好多會請店家說 你拿幾樣東西我回去檢查一下交差 這樣子如果有賣黑心的人 他會拿黑心的東西讓他檢查嗎 不可能一定是拿豆包的製品 所以再怎麼檢查 只是浪費了我們老百姓的繳稅的錢 所以說真的沒有實際效益 我們協會的店家要申請認證 他要切解要接受我們協會不定期去抽檢 我們去抽檢的時候 那旅監市每一個人大家都很內涵 我們拿起來摸就知道說這個是不是黑心 我們都很徹底的檢查 所有的冰箱包括那個倉庫 甚至地下室通通檢查 很徹底的檢查 所以說那個而且水檢查 大高鐵王環那個都要花好幾千塊 那協會的旅監市自掏腰包 所以說這個時候應該要給我們協會的理解力感受 感謝 再來我們六零零八年三月向政府單位爭取 將素食產品的標示納入法規 那個很榮幸二零零八年七月 衛生署採納協會的意見 那個包裝食品宣稱素食之標示規定 將素食分為五例 也就是說目前我們法規裡面有那個純素 淡素奶素淡奶素十五星素 這個是我們協會建議 那個衛生署也接納 所以現在只要我們包裝上很明確的 現在包裝你不能不明確 你只要看到那個他有寫純素淡素奶素 或是淡奶素 這樣子表示那裡面是絕對沒有宜漿的 事實上這樣是讓消費者有個淤尋 有個保障 這真的實在是我們感到真的很值得安慰 那個2008年 舉辦素食品嘗會 集合協會成員的商品 舉辦品嘗跟試賣會 要達到推廣的推廣素的效果 2009年更進一步 推廣台灣優質素品產業及文化 加強國際展覽的參與 並爭取到政府的補助 所以說等一下我們還有一些 到國外去產生的影片 會跟大家分享 2010年7月日本英文協會來拜訪 以製造廠商做一些技術上的交流 2011年有塑化劑的爆發 協會也協助會員產品送檢 先導如何防止塑化劑的污染 2012年協會網站正式啟用 2014年6月加強協會間的溝通宣傳 協會會員有LINE的請主跟臉書 不過因為我們台灣是一個比較特殊的地方 我們理事長特別要求不設藍綠 因為只要有藍綠就講不清了 所以我們理事長特別要求 2016年5月參與國際 國外的展覽設施素食專區 推廣素食 台灣素食 協會服務概況 設施官方網站 包含會員產品資訊 聯絡資料方便 與此交流 還有優良廠商資訊 跟素食食譜 讓消費大眾可以安心的購買 跟料理食品 不經期舉辦品嘗會 試吃會 推廣宣傳 讓消費者了解 原來吃素可以這麼幸福 每年進行全台灣素食店家的抽檢 為素食大眾把關 所以在這一方面我們真的是做得很徹底 每年組織會員參與國際食品的展覽 跟推廣台灣素食 我們的展望 積極辦理各項活動 讓更多的消費者可以了解素食產業 積極與政府建立更完善的素食規範 積極組織國際展覽活動的拓展 這就是剛剛我說的店家認證 我們目前台灣如果店家有掛這個標記的話 消費者可以很放心 因為協會很盡心盡力地在維護消費者的權益 他裡頭如果有任何分的東西 協會絕對不容許他有掛這個招牌 所以說這個是店家的一種榮耀 能夠掛這個代表店家的一種榮耀 也是消費者的保障 所以說將來我們期望說 每一位消費者都能夠明白說 到有協會認證的地方 可以很安心地購買 這個就是日本素食政勢協會 來拜訪我們協會的 中間那一位胖胖帥帥的 就是我們的現任理事長 這個是我們理監事出到各店家去抽檢 那邊有掛我們剛剛說過的店家認證的標記 這是一些店家他們擺設的 我們去抽檢的樣子 還有這也是在三重那邊抽檢的情形 這個是協會辦活動的品嘗會 這是協會辦品嘗會 還有台北食品展的情形 這是台北食品展的情形 台北食品展還有越南的國際展 越南國際展 泰國 最後天佑台灣 願眾生掃殺葉 素食環保救地球 相信這也就是我們這個大會 大家共同所期待的 最後祝大會聯滿成功 謝謝